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大多数都是东北菜 综合了 我懒得做了 吃点鱼 好多天没吃鱼了 就怕缺营养了 补充点 也是懒得做了 吃点啥呢 其实一点也不饿 吃那个海鲁鱼了 这条鱼怎么不小 份儿的 量不小 78这一条鱼 清蒸的 这鱼来的 这条鱼都不小 我爸这条鱼 还能自由几天不做饭 不过马上就过来了 吃完了像海边在溜达溜达 老长时间没过海边来的 海边这些美食大排档也都开了 现在人也不少 晚上可能人更多 下了好几天雨 看这天气天空都烂 椰子树 看这大椰子 海边人确实比前段时间多了不少 但是说和往年没法比的 跟疫情之前 疫情之前 这个阶段十月末了 然后就是来过冬的呀 来旅游的人可多了 今年人少 这是个女店开的吧 后哥来了肯定要玩这个东西 没事 安全 能有工作人员跟着 我是不敢做这东西 我到这看这几个人得上树 我就好奇 我说他们在干什么呢 摘椰子 完还没摘就下来 身上还背个包 我就猜啊 就想 想不明白 一会问一下 朋友们 你们拆一拆 这是在干什么 这些人工人上树下树 你看就踩那个钩子 我把那钩子接住那个东西上树 看那爬树呢 看他们上树也挺轻松的 脚上带那个铁钩子 几下就爬上去 我就以为它是在摘椰子 我刚才想在树下好好仔细拍一下 我看他们喊 不要我在树下长得危险 我看它又下来了 拆一拆 到最后结尾 告诉大家 看大家能不能拆到 这几棵树上都有人了 没看着能看 师傅这干啥 摘椰子呀 放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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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摘椰子 这又下了一个 原来是放药 朋友们猜到了吗 放药